他是1006 然後我們 重新打的 原本的應變性 就是因為最近 國內的交流史故 重大交流史故不犯 所以我們想 然後很多的原因是 紅綠的穩飾就這樣 那我們就 直接從那個 根本去檢查 既然他會從那個 就在車子裡面裝了這套系統 當他在面對紅燈的時候 他就會沈黏下來 然後也會告訴你 另一邊 就是這邊通過來 然後這邊的車子 他就是會 有可以有反應的時間 不會因為他是直腳 然後說馬路前面 然後再來 一樣幾十分鐘 這個系統 傳統 這個位置可以放在這裡 讓他通過路口 都能通過 正面的路口 這台車子 這樣說是 充一燈 那我們就可以讓他 這個車子 即是滿意 到車回來 不會發生車禍 現在是 我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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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控制在單車車子的油門 那他現在突然說你從紅燈 那他用吉時退回來了 我看我接這個 它退回來了 是嗎 這才退回來了 那當他紅燈的時候 油門 就會停下來 不會讓這個駕駛從紅燈 我們的設計裡面呢就是要淺顯易懂到育能節為止 然後重點就是只要是希望是親近於那個社會大眾的每個人 然後使用性高 然後面對各位一頂多人以後就是正常的反應 然後這裡有那個做的蘇瓦特 那個它的優點就是淺顯易懂然後到面的缺點 缺點就是指標不指標 無法從分遠點的問題 那改善空間就是要配合前面的缺點指標不指標 它的指標 它的本就是應該是要從交通宣導的概念下去做的調整 或者是利用定期設備下去做配合 因為如果你定期在這麼好的話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交通素養 那這個設備的你就是被交配掉了 那它的威脅就是如果當期的時候 那如果擁入了他自己的交通素養都沒有那麼的好的話 那交通事故一定會造成更多的狀況 那我們的前景就是希望配合未來的IOT技術能夠整合 然後如果真的不幸發生還是發生的成果 那可以快速的以那個緊急中心做 讓緊急中心下去做明顯 然後再配合正確的交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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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它偵測到旁邊有車子過來的時候它會到分 然後再配合正確的交通線 你知道道路交通上就是一個 那邊可能會有台車 嗯 就是可能是每一輛車都要去做搭配 就是出產的車子過來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剛剛沒有看到你側邊的物體 側邊的物體覺得車要接近的那個改車 綠燈 這樣就是旁邊沒有車 因為現在這裡沒有回應到 可是它跳到後面前來回去了 那個車 因為藍色車不是跳回去 我會讓它回到70為止 OK 對 現在是旁邊沒有車輛 對 那如果有的時候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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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樣 我 這樣 我 沒有車也就回來 有車也就回來 我都一樣 那那個 我會讓它回到70的位置 那 那 那個 下一次 對 你是應該讓它有 停的位置 不要有所差別,看得比較清晰 你都回到起始為止 那你們有做的模式是怎麼樣 就是報告,然後我就負責報告跟意見的天線 然後他就做那個 謝謝 謝謝